好,四年级的同学好,今天我们会学一个新的单元,我会教数学比与比例的这一课 那么请同学们专心的去观看这个视频,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吧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数学新的一课比与比例 首先呢,这一课我们就要先了解的是什么是比 什么是比,比就是四项A对四项B的倍数 那么比与比例呢,它的格式要写成怎样呢?就是A冒号B,这样的格式来写的 就比如说是1比2的这样一个格式 那么呢,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你的这个比与比例 要确保答案是最减的分数,就是最减的,就好像这样子1比2 这个是最减的分数,这个就是比比比例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例子,说出红色苹果和青苹果数量的比 那么这里呢,红苹果有三个,青苹果有一个 我们要怎样去洗出它的比呢?首先,我们要跟着它的顺序 我们所知道的是,红苹果是前项,就是第一个先说的 然后后项第二个说的是青苹果数量 我们就跟着它的顺序去写,这里它是红苹果开始先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写红苹果,不可以写青苹果 好,红苹果是三个,青苹果是一个 所以我们就是3比1,冒号就是代表比的意思 3比1,记得同学们要跟着它的顺序去写 不可以,青苹果先写就是1比3,这样子不可以 最后刚刚有说到的,要确保答案是最简分数 请问这一个答案是最简分数吗?3比1 对的是最简分数,因为有个1 就不能再出任何东西了 现在我们来看列子,第二个 这是一所学校,学校里面男生一共有150名,女生有300名 好,第一题,找出男学生和女学生人数的比 跟刚刚一样,男学生先 男学生是前向,女学生就是后向 好,先写男学生,男学生是150 比女学生300 150比300,请问这一个是答案吗? 不对,因为它要的是把那个答案变成最简的分数 这个还不是一个最简分数,所以我们还需要把它除 150跟300,我们要怎样去除呢? 首先把他们的0割掉,这样子会比较容易除 就是30,那我们要怎样去除呢?除多少呢? 15跟30,我们可以除15,15的乘法表 好,那么我们可以得到的是15除15就是1 然后30除15就是等于2 所以最后我们得到的答案是男生人数跟女学生人数的比是1比2 OK,1比2这个答案 所以请问同学们1比2的这个答案是最简分数吗? 对,是最简分数,所以这一题就是最后的答案 好,到了第二题,是一起来的,可以有连接性的 好,第二题,找出学生总人数和女学生人数的比 OK,好,都是我们要看清楚题目,这个是找出学生的总人数 OK,学生的总人数就是男生跟女生 OK,加起来 男生跟女生加起来是450人,整个学生有450个人 然后呢,合女学生的人数,女学生是300 OK,所以是450比300 OK,好,请问这个还可以再月减吗? 可以的,可以一样把他们的0割掉 OK,就是40跟30 OK,我们可以出多少呢? 什么乘法表里面的答案有等于45和30的 OK,同学们给你们1分钟的视线想 OK,好,就是5的乘法表 OK,除5,除5 45除5就等于9,9545 30除5就等于6,可以9比6 请问这一个是最后的答案吗? 还是它还可以再出呢? 对,它还可以再出,就是9比6可以除3 9除3等于339 然后6除3等于2 所以最后最后的答案就是3比2 OK,学生总人数和女学生的人数是3比2 好,所以这一个才是最后的答案 好,在头上我们来看看练习 OK,好,比例比例练习 第1题 下表写是三人钱包离RME纸币的数量 OK,有三个人就是国宏 郭顶和树贞 OK,好 第1题 郭顶和国宏钱包离 1令吉纸币的数量的比是多少呢? OK,首先先要跟着它的顺序是郭顶先起 我们就要找郭顶 郭顶它的RME钱币数量是1 1张 好,然后郭顶是7张 所以他们的比是多少? 所以是1比7 OK,这样去算1比7 好,然后到了第2题 苏贞与莎拉的钱包离 子币的数量是 他们的比是1比3 苏贞是1 苏贞是1 苏贞是3 OK,苏贞是没有显示在里面的 是一个care party 需要从前面去思考 好,那么我们要找出 苏贞到底是有多少张 OK,我们得到的是苏贞 它是1张吗? 苏贞是它的3倍 所以它是有多少张? 我们就要拿1乘3 所以苏贞是3张比 好,老实在重复 苏贞跟苏贞 他们的钱币数量的比是1比3 OK,就是说苏贞是1 苏贞是它的3倍 OK,那这里有写 苏贞是1吗? 苏贞是有多少张呢? 就1乘3 3张 OK,好,他们明白吗? OK,好,现在我们来看下面 OK,好,在横线上填写正确的答案 第一,白蜡烛有50支 白蜡烛与红蜡烛的数量的比是1比2 OK,我们先完成A的先 OK,我们要找出来红蜡烛有多少支 OK,他跟你说了白蜡烛是50支 然后他们两个的比是红色 是白蜡烛的2倍 那我就要拿50乘2 OK,重复 为什么要乘2呢? 因为红蜡烛是白蜡烛的2倍 1比2 OK,它的2倍 所以我要乘2就是100 OK,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的是 红蜡烛是有100支 OK,好,红蜡烛有100支 那现在我们来算B 黄蜡烛有多少支 OK,来我们来看这里 白蜡烛与黄蜡烛的数量 它的比是1比8 OK,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黄蜡烛是白蜡烛的8倍 OK,8倍要怎样呢? 我就要拿50乘8 OK,因为黄蜡烛是白蜡烛的8倍 白蜡烛有50吗? 黄蜡烛有多少?就要乘8 50乘8就是等于400支 OK,好,这是第一题 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题 OK,微微商店里有84个青色与黄色书包 青色与黄色书包的数量 它们的比是1比11 OK,青色书包有多少个? OK,好,我要怎样去算出来呢? 这一题 好,就是这样子做 青色和黄色书包加起来是84个 那假设 青色和黄色书包 它们的比是1比11 青色是1,黄色是11 那它们加起来的话就是有12个 所以我可以拿84除以12 得到的答案是7 好,我们要看题目 青色书包有多少个? OK,它要的是青色 青色1比11 1是青的 11是黄的 所以它要的是青色1倍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7个 青色书包是有7个 如果它要找的是黄色书包 那我们就要拿7乘多少? 乘11 因为黄色是11倍 所以如果它要找黄色的话 就是7乘11 等于7乘7 但是它要的是青色 所以是7个而已 好 好,所以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同学们的观看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